月夜的桌布,作者安房之子翻译彭义 在山谷里摘着水芹,不知不觉竟是日暮时分了 那是几年前的春天了呢 不知什么时候,身边有点黑了下来 一阵冷风刮来,我默地抬起头 四周已经是黄昏的淡紫色了 糟糕,要快点了 我把城把的水芹塞进碑楼里,直起腰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一个不可思议的声音传了过来 那是一种好像是谁在叉啦叉啦地洗什么东西的声音 我轻轻地转过头,寻声望去 天哪,一头梨子正蹲在河边洗着什么 梨子把一块大白布摊在水上 聚精会神地洗着脚上的一小片污垢 我轻手轻脚地朝梨子的背后走去,招呼道 喂喂,可梨子只是咔嚓咔嚓地往布上擦着肥皂 一遍又一遍地小声嘟囔道 还是洗不掉,还是洗不掉 我好奇怪,安娜不住好奇心 故意拖长了声音问道 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梨子头也不灰地回答我 像你看到的那样,在洗东西啊 你到底在洗什么呢 像你看到的那样,是桌布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点点头,确实如此 那块布白白的,四四方方 正好是一块桌布大小 可尽管如此,梨子还拥有桌布 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大发现 在这大山里,就是人也不大使用桌布 我和丈夫在山顶上开了一家小茶馆 客人吃面条的桌子,也不过就是一块光秃秃的板子 不管去哪一家,不要说看过桌布了 就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我终于忍耐不住,黑黑地笑出了声 为什么要那么装腔做事呢 不扑桌布,不是一样吃饭吗 我说了他一句 梨子这才头一次扭过头来 直直地盯住了我的脸 那是一对像涂了厚厚的眼影一样的眼睛 他扑扑扑闪闪着眼睛 用一种相当傲慢的口气说道 可是,我们是做客人生意的呀 我吃惊得差点没跌个跟头 做客人生意,那说起来我们也是一样的啊 想不到梨子随口就回了我一句 你们家那小破茶馆太没隔掉了 我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什么意思 我是真的发火了 山顶上的茂瓶茶屋虽然垫小 但面条好吃却是远近闻名的 还有,纪念品中的木雕也大受好评 我不知道梨子究竟经营着一家什么样的饭店 但就凭着一块桌布,又怎好谈什么格调不格调的呢 真是岂有此理 我气得跺了一下脚,瞪着梨子 想不到梨子也啪地甩了一下尾巴,狠狠地瞪着我 然后,一挺胸说道 我开的可是酒店呀 酒店,我一下子张口结舌了 只听梨子得意地说 是的,是酒店 过了那座吊桥,往右一拐 再往右一拐,就是我那漂亮的酒店了 你要是以为我在说谎,就请去看一看 梨子也太能装算了 我怂怂肩说 好啊好啊,那我就去看一看 说完,我就拿起桩水禽的杯楼 那么,请你马上给我带路吧 可梨子却慌了,桌布还没洗好呢 要是可以的话,下次再带你去行吗 这样说着,梨子哗啦哗啦地瓢洗着桌布 然后,拢成一小团,开始使劲地拧起水来 我觉得这实在太可笑了 别人嘲笑道 像你这种拧法,好好的一块桌布全都皱起来了 这种东西,要趁湿叠成四方形 用两只手啪啪地把水拍掉 可梨子却气呼呼地说 有什么关系,等一下,我还要用运斗运呢 说完了,就把洗好的桌布顶在头上 连一句告别的话也不说,转身就走 没走出两三步,突然又回过头来 出人意料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踩的水禽是用来做降杂烩的吗 我把头一摇,降杂烩可是不用水禽的啊 降杂烩用的是芝麻 听我这么一说,梨子便静止走到我的身边 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宫 问,能不能把制作的方法详细地交给我呢 为什么要学降杂烩呢 我想为我的酒店增加一道菜呀 于是我便这样说道 那样的话,就请到冒瓶茶屋来一趟吧 因为做降杂烩是我丈夫的工作 请直接跟他学吧 梨子涂了黑眼影似的眼睛眨巴着 我知道了 然后鞠了一个宫,朝吊桥方向走去了 我一个人在他背后捧腐大笑起来 但就在第二天晚上,梨子真的来访了 当时真叫我大吃一惊 店里的时钟正好指向八点 有人砰砰地敲响了茶馆的门 我和丈夫冒平不由得对视了一眼 天都这么晚了,不可能有客人来啊 有点让人隐约不安 那天正好又下着雨 从早上起就没有一个客人上山 我站起来走过去 对着门缝压低了声音说 已经关门了啊 年轻的儿子太郎就睡在雨茶馆相邻的房间里 刚刚才睡着 太郎是一个非常难以哄睡的孩子 要是又睁开眼睛 非大哭大闹一场不可 可客人一边敲门一边说 我是昨天的梨子啊 我是来学酱杂汇的 我吃了一惊把门打开了 雨中站着的正是上次碰到的那只梨子 它撑着一把小小的塑料雨伞 水淋淋的尾巴滴滴答答的滴着水 吓我一跳啊 你真的来了 怎么挑了这么一个雨天 我把梨子让进屋 梨子把雨伞搜的甩了一下 然后收了起来 看到那把伞上写着大大的黑字 雪之下酒店 我想起了昨天的事情 就问道 这是你酒店的名字吧 于是梨子的脸上又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说 是啊 这名字不错吧 又有诗意又时尚 梦一般的名字吧 与它相比 你们人的店的名字真是太差劲了 什么三瓶旅馆呀 茂瓶茶屋呀 土里土气的 真是让我受不了 你 我瞪了梨子一眼 你不是来跟人家学做菜的吗 为什么还要嘲笑人家的名字 这个人就是茂瓶茶屋的茂瓶啊 你还不道歉 茂瓶在我身后黑黑的笑了起来 梨子怯生生的仰头看着她的脸说 哎呀 我真是太失礼了 茂瓶先生 然后就开始了料理的讲座 倒不是特意为了梨子 说来也是凑巧 当时我们正在为明天的酱杂汇做着准备 只不过比平时做的要慢一些 而且不时的进行了一些解释 瞧啊 这样切磨浴 酱和料酒的比例这样差不多了 降一下锅 要快点搅拌 这是加入芝麻和核桃最合适了 要是加上柚子 那就更别具风味了 等等等等等等 好聪明的梨子啊 只是连连点头 也不用做笔记 说全都掌握了制作的要领 到最后 她吃了一盘做好的酱杂汇 点点头说 是这样啊 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梨子把酱杂汇的制作顺序背了一遍 好 我这就回家去练习 我和丈夫都被感动了 连梨子经营着一家酒店的事 也不觉得是在瞎说了 梨子临走时留下这样一句话 找个日子来我的酒店吧 请你们尝一尝油炸雪之下 是这么一回事啊 我想 我终于懂了 原来雪之下酒店的名字 是从一种名叫雪之下的植物来的 雪之下就是胡尔草的别名 那种长满了带绒毛的圆叶子的地方 是必定住着梨子的 梨子还在得意的继续说着 油炸雪之下好吃极了 特别是我们那一带 都是一级品 雪之下不光是一种美丽的草 而且含有营养 还有 现在这个季节 蒲公英料理也非常好吃 蒲公英花色拉 凉拌蒲公英叶子 还有油炸八角金盘的牙 油炸沙参 还有 对了对了 你们知道一种名叫鹿药的草吗 那可太好吃了 只要吃过一回 就再也忘不了了 这么说 你是打算请我们吃一顿野草料理了 我说 其实 我对野草料理也非常感兴趣 我老早就考虑过了 利用山里自然生长的蕨菜 土当归 牛尾菜呀什么的 做成菜 让它们成为茶馆的招牌菜 可我毕竟是一个在都市里长大的人 而且茶馆好不容易开到了第四年 这期间又生了孩子 我一天到晚背上背着婴儿 又要擀面条 又要接待客人 根本就腾不出手来 刚才李子所说的这些野草料理 要是就那么加进冒瓶茶屋的菜谱里去 该有多好 我不由得探过身子 我说 我说 蒲公英怎么做菜呀 不苦吗 我问 李子回答得十分干脆 要多煮一煮 我恩恩的只点头 李子接着说 放一小把灰 用热水煮透 怎么说呢 不是有一句话说 叫百文不如一见吗 还是请来酒店品尝一次吧 地点你知道 啊 知道 我还记得他昨天在山谷里 告诉我的路线 是过了吊桥 网友一拐再网友一拐吧 没错 那么下一个月夜怎么样 去不去呢 我看着冒瓶的脸 冒瓶脸上说不出是不好意思 还是难为情的表情 点了点头 下一个月夜到了 对于和那只李子的约定 我们是一半觉得好笑 一半又很期盼 喂 去不去啊 听到我问 冒瓶回答道 就当做散散步吧 于是 我们就早早关了茶馆 带着太郎出了门 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 一个从什么地方 飘来一股淡淡的花香的夜晚 太郎骑在爸爸的肩上 欢快地嚷着 高 高 我拎起装着一个小钱包的手提包 从后面追了上去 我一边学着太郎的腔调叫道 高高 一边蹦了起来 我的胸口碰碰地跳个不停 我们走过吊桥 过了吊桥就往右拐去 与其说往右拐 其实是细细的山间小道 自然地向右边弯去 接着又慢慢地往右边弯了过去 在月光的照射下 山林泛着青光 半道上竖着画有小箭头的指路牌 上面写着黑字 雪之下酒店 真细心啊 还竖了指路牌 我们沿着指路牌指的方向走去 在一棵大树旁 又看到了画着同样箭头的指路牌 雪之下酒店 指路牌一块接着一块 多得让人有点眼花缭乱了 雪之下酒店 雪之下酒店 到底是家什么样的酒店呢 我想 既然叫酒店 就应该是做欧洲风格的建筑吧 要不就是一幢白色的 小巧而又漂亮的小楼 推开门 是一个叫人开怀的餐厅 有一张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 桌子上插着紫罗兰花 一坐下去 莫扎特的音乐就会流淌开来 怎么可能呢 我为自己的幻想笑出了声音 就算传说离子再怎么会魔法 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啊 不过 奇怪的是 那指路牌渐渐的变得大了起来 起先还只有一块门牌号大小 接着就是图画纸大小 但渐渐的就变得和报纸一样大了 再后来 是一张翻开的报纸大小 到最后 竟和一片草席一样大了 顶天立地地树在那里 最后一块指路牌上 当然没有花箭头 上面写着这样一行黑字 雪之下酒店欢迎您 我们知道 总算是到达目的地了 这是高山峻岭上的一片空地 四周丛林环抱 安静极了 但是却没有类似酒店的建筑 只是在一片长满了雪之下的地面上 铺了一块丝丝方方的白布 啊 是那块桌布 我不悠地叫了起来 是的 就是上次梨子在山谷里洗的那块桌布 桌布上摆着三个木盘子和三只玻璃酒杯 看上去相当漂亮 我顿时就来了兴致 大声地叫道 我们来了 对面矮竹林的叶子一阵摇晃 跳出来的正是那只梨子 欢迎你们来做客 梨子说 在月光下看上去 梨子比平时要显得苍老而沉稳一些 就是这里吧 听我这么一问 这回他谦逊地说 是啊是啊 这里就是我那简陋的酒店 丈夫冒平一边把孩子放到了地上 一边说 嘿 这不是相当有情调吗 梨子立刻就高兴起来 是啊 这是这座大山里唯一的酒店 地点也好 设备也好 都是一流的 听 这家伙又开始自吹自雷起来了 我打断了他 问道 让我们吃些什么啊 梨子一边搓着两只前爪 一边说 当然是吃雪之下啦 可不是吗 我们的脚下密密麻麻全是雪之下 如同铺了雪之下的地毯 那一片片圆圆的鲜绿的叶片看上去像是挺好吃的 真是罕见 竟还有这样一片密密麻麻长着雪之下的地方 华平坐到了雪之下上说 这是一个秘密的地方 梨子闭上一只眼说 请千万不要告诉给别人啊 因为这里的雪之下格外好看 又能做菜 又能入药 还能当地毯当被子 要是给别人知道了 没多久 就非给毁了不可 请你们千万保密 正因为如此 我们这家酒店实行会员制 我们只招待能够严守秘密的特别的人 梨子又装模作样起来 是这样啊 是这样啊 不过还是请快一点开饭吧 孩子已经有点饿了 我有点着急地接过了话茬 直到这时 梨子好像才发现了小太郎 他奉承道 哎呀 好可爱的孩子啊 然后 他一边说 请等一下 一边钻到了树丛里 被带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 太郎兴奋地欢梦乱跳 他围着桌布转圈 还用手指着月亮哥哥的笑 我坐到丈夫的对面 眺望着月亮 月亮就像黄桃的果实 梨子很快就把菜端了上来 一个大的吓人的托盘里 装着好几个木盘子 请 这是油炸雪之下 请先慢慢地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吃完了 再尝尝这边的蒲公英色拉 凉拌路药 芝麻末拌的牛尾菜 和青甲叶鸡蛋汤 要是觉得太淡了 请自己加一点盐 眼看着 桌布上就摆满了菜 不论哪一样都像是刚刚才做好 在月光下吃晚餐 我和丈夫还是头一遭 不过感觉好极了 野草料理既让人觉得亲切 又让人觉得温馨 杯子里的水闪着清亮的光 而演出就更没有话说了 我们一开始吃饭 梨子就从一边拿出一把小提琴拉了起来 啊 曲子果然是莫扎特的 我们尽情地享用了一顿野草料理 没吃米饭也没吃面包 肚子就已经饱了 饭后 梨子又为我们端来了紫罗兰花蜜饯和茶 然后 梨子这样问道 今晚住在这里吗 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 然后 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于是梨子遗憾地说 这里可是不错的客房啊 接掉桌布 就成了雪之下漂亮的卧室 下次请一定住在这里 最后 梨子给了我们一枚小卡片 上面用黑字写着 会员证 这个送给你们 下次来的时候 请一定带来 这座酒店是会员制 没有会员证的人是不能进入的 还有 如果要来的话 还是请在月夜里来吧 冒萍把会员证放进口袋里 说 谢谢了 我们还会再来的 多少钱啊 听我这么一问 梨子说 今天就算我请客了 下次请付钱吧 这可真是不好意思 冒萍站了起来 抱起太郎 我也拿起了小提包 我们正要回去 听到梨子在我们身后喊道 那我就关灯啦 关灯 这里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电灯啊 正当我东张西望的时候 梨子跑到那块巨大的指路牌跟前 抓住从右面垂下来的一根绳子 往下一拉 咔嚓 响起了按照相机快门一样的声音 四周一下子按了下来 天呐 月亮被云彩遮住了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刻 盘子呀 杯子呀 连同桌布也一股脑的消失了 梨子也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切都结束了 吃了一惊 冒萍说 一拉开关 云彩就遮住了月亮 简直如同在施魔法 不得了 可这黑灯瞎火的 让人摸不着回家的路了 正在犯愁 那块指路牌突然放射出了光芒 霓虹灯管拼成了 雪之下酒店几个字 不只是这块大指路牌 前面所有带箭头的指路牌 都亮起了霓虹灯 成了非常好的路标 冒屏肩上扛着太郎 我跟在他们后头走着 我忘记仔细问问野草料理的做法了 没关系 我们还要来的吗 是啊 反正有会员证 还可以再来的 我兴奋极了 回家的路上 也是一蹦一跳的 ria 来 来 来 感谢观看